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遭报手机讯号监控游行群众 现在徐晓鑫再报猛料证明监控人民并非空穴来风 民进党5月27号的党政主管会议上面 拿出了一份四方电讯的报告来做相关的交叉比对 报庭说明说有资料不谋而合 中华电子公司四方电讯董事长吴彦宏摊开关系图 过去曾带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承伟与赖金德见过面 后续提供疫调匡列系统 而相关资讯徐晓鑫之一提供给了王一川 而吴彦宏也出身新潮流背景 是前新潮流大佬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的助理 徐晓鑫也加码之一中华电信子公司变成新潮流温床 包含春水堂科技前董座许志仁 神老前董座赖靖林 中华资安前董座陈振南等人都与民进党关系匪浅 他最早当然是新潮流出身 但是他在早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做一个叫做选战专家的东西 那当时第一个使用者叫做陈水扁 所以他在2017年的时候才会被新潮的吸收 然后转任到四方电信的董事长 会不会最后我们整个疫调的系统 其实他的前身就是所谓的舆情的监控系统 徐晓鑫指控吴彦宏不但是新潮流体系 赖友友更在2020年蔡英文选举期间 替他收集数据舆情分析监测 显然超出了四方电讯的工作业务 中华店否认各资储存在四方的机房内 徐晓鑫要求彻查再度遭到绿营围剿 对查王一传有新进度 所以才被引进党忘了当 不知道 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存在 自然发生了解的事情 对查王一传有阿雅